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的媒體人迪志偉 大家好 觀眾大家好 以及餐酒館老闆 餐館也是酒館老闆林鴻惟 大家好 我是鴻惟 鴻惟兄以前是在外商銀行 担任高級主管 另外我們邀請到的是作家辛西亞 嗨 大家好 我是辛西亞 以及資深的媒體人呂文婉 大家好 另外是作家許長德 阿德 大家好 歡迎五位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是萊茵的女人 這是最恐怖的 這個新聞是這樣 有一位即將當兵的男網友 他在論壇貼文問大家 說他的女朋友剛出社會就職 結果九月份 你看看 一定是七月鼻子嘛 八月才吹得透露嘛 結果他九月份就要跟老闆去香港出差五天 可是這五天兩個人只訂一間房 也就是說他跟老闆要同睡一間房 同睡四個晚上 那這個事情呢 還是他特別問了女朋友他才知道的 他說他不擔心女朋友跟別人上床 只要精神沒有出軌就OK了 但是怕的是呢 被老闆硬來 然後受到傷害 那這個原坡的發文啊 跟他女朋友的心態 老實說我也覺得匪夷所思 這個阿德如果是你的女朋友 你會讓他這樣嗎 沒有 通常會這麼想的 一定是這個男生 不能沒有這個女生 因為他就只能往這個地方想 不然的話一定是會很緊張 因為他都會想到說 萬一老闆硬來怎麼辦 所以他不是沒有想到一些可能性嘛 那我覺得說 你在這個時候能這麼想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可以讓他轉念 不然的話你想 最苦是什麼 就是我不能離開你 可是我又放不了這個氣 那很慘 OK 詳細的情況 我們請志偉跟大家說好不好 對 就當然這個男生 因為原坡都 原坡PO這個文之後 很多網友就很好奇嘛 那你為什麼不要阻止他去 那就像剛剛阿德老師講的啊 他擔心的只是說 他怕被老闆怎麼樣而已 那你不要讓他做這件事情 就不用擔心啦 對不對 那他的說法是說 因為女朋友本來是打算隱瞞的 是他問了 那女友才講 所以其實這個女友也沒有 真的從頭騙他騙到尾 他其實可以跟他說 沒有啊 我就是 兩肩 兩肩啊 那其實你也不會知道嘛 你會幫我查證嘛 對 所以就等於是說 他因為基於這樣的心態 所以他相信他的女朋友 不會有越局的行為 因為女朋友曾經跟他講過說 我對於性這方面有潔癖的 沒有愛不能有性 所以我只會跟我在一起的男人 發生關係 所以當然這個純純的愛的 還沒當兵的這個元寶 他當然就會認為說 那我女朋友不會對不起我 只是說因為這個女朋友告訴他 他說為什麼老闆只訂一間飯店 因為老闆剛成立工作是沒什麼錢 所以才會這樣子做 那你想想看 對喔 而且他們訂那個床 其實是一人的 這麼窄 更窄 他是沒有講 因為有些飯店是有兩張床嘛 兩張小床 小像日本很多飯店會是這樣 有啊 對 那或者是一張king size的床 那你到底要怎麼睡 所以這些細節他都沒有講 那所以說他講的點就在於說 啊 我不在乎這個肉體上的出軌 我比較擔心精神上的出軌 所以很多網友都覺得說 哎呀 你怎麼有這麼傻的男人這樣 所以這個 大家都跟他講說你等著回來之後 你也要跟你分手了這樣 所以這個po文就讓很多的網友回想很大 想說怎麼有你這麼傻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擔心就不要讓他這樣做啊 但是細節他就沒有再多說 那你如果是你會讓你的太太出差 去跟老闆住一起嗎 不會啊 蛤 為什麼 不會啊 不是啊 你明治山有虎 偏向虎三行 因為你要想耶 如果今天老闆跟你講這個理由 他只是飯店錢能有多少 看你住的檔次高低 那是因為你現在有錢啊 沒有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當他問你的時候你跟他說可以啊 那他會不會覺得你是在勾引他 或者是你是不是在給他進去 如果你太太同意跟他睡一間房 對 那我說我也要去 對 你一定要去的話那我也要去啊 沒有覺得這個老闆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你怎麼都沒有在考慮一個 員工已婚的處境 然後你要出差你就要省房間 你要找一個男生跟你一起睡 跟你一起睡就OK嘛 就是你都沒有經過 那我覺得說 也許這個老闆有跟他討論過可不可以 可是重點來講說你就不應該要提啊 因為這個造成人家的矛盾是 你怎麼去擺平 嗯 老闆 是 會這樣要求嗎 老闆要閃起來 要求你的 我覺得這個男孩子其實也蠻可憐的 我覺得 只要他的對方答應一次 我覺得一定會有第二次的狀況產生 然後尤其是我已經跟我的老公講了 那老公也同意了 男朋友 對 男朋友 那他可能第二次發生同樣的狀況 他會認為理所當然 他還是會接受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不好的狀況 那就於一個負責人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這個心裡面一定會有鬼 嗯 不然說實在 誰有鬼 我覺得負責人一定有鬼 這個老闆一定有鬼 因為說實在 你說出差真的有需要到兩個人 睡一個房間 因為錢也沒有多少 嗯 那就算一個人去 如果是日本還滿貴的 日本的 真的 日本的飯店算貴 那我會覺得這個老闆 而且四個晚上可以省個幾萬塊 如果沒有錢就不要當老闆 對 沒有 其實我去住民宿 跟很便宜的民宿 而且這種公司 你們幹嘛都看我 這種公司就不要呆了 你感覺像是異國的 沒有 這個老闆 怎麼要有人唱反掉 不然節目怎麼進行 這個老闆為什麼連武器 連住宿費 心態就是有問題 對 而且這個老闆我跟你講 他提出這個要求 老實講 他也是在拋球 他看女生 其實你為什麼沒有 反應怎麼回應 你為什麼沒有想到說 他只是在跟你講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試試看 那我拋個球 如果你說YES 那也表示將來五天 我們有可能可以怎麼樣 那代表你說YES 他剛出社會 對 我覺得 你可以想像嗎 晚上的時候要睡覺的時候 晚安 晚安的時候 然後把燈關掉 然後兩個在安靜的氣氛裡 那個怎麼睡得著 對啊 我會聽到對方的喘息聲 然後也最怕的就是 睡覺前就是 那個初期常常 就是聊天 慢慢聊 我覺得我剛出社會 老闆我好恐懼喔 你剛出社會 你剛出社會啊 而且你剛出社會是一個人 我是出社會是當老闆 更恐怖了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這樣面貌 跟YES 說你們兩個 真的出社會 然後談這種對話 剛開始節目 我覺得這樣收視率不好拉 真的嗎 剪掉 剪掉 對 修掉 幹嘛這樣 我覺得三個我覺得都怪怪 女生也是齊心可以 對不對 女生會答應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會覺得說 基本上來講 老闆今天提出這個要求 女生你可以說不要 明明一個房間你又要去 那我會覺得說 他又要去 他心裡又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我去了 我跟老闆發生事情 老實講我就是個表 因為我已經有男朋友了 所以我覺得他是用一種 就天說表還是監工表 那個呂志旁在一個表示的表 就是他又會希望說 可以跟這個老闆 也許他會對老闆 是有一些親目的感覺 他又想要跟他男朋友 就是打個招呼 所以他就是跟他男朋友講說 事情就是必重就輕講一半 那我會覺得這種心態就好比說 我們去吃燒辣店有沒有 我們不喜歡吃那個雙拼 為什麼 那個叉鴨 插燒 兩邊都吃得到 對 配那個燒鴨 那他男朋友可能是叉燒嘛 老闆是插鴨嘛 我想要雙拼在一起 我兩邊我都想要得逞 我又想要跟老闆去 在那邊旅遊 我去食物水庫都吃三吃 都吃三飽飯是不是 對 所以我覺得他基本上來講 他的目的是說 他基本上已經跟男朋友講到說 我已經跟你交代過了 男朋友好像也被我這樣收到 就是他覺得好像也沒問題 而且你很坦蕩欸 你說了耶 對 我對得起你嘛 那我就跟我老闆去 所以說老實講 不問你不講 你說什麼 不好意思 男生沒有問他女朋友 我怕你胡思亂想 是男生問他才講說 我跟老闆一間房 等於說出事的話 男朋友也沒有資格來罵我說 你怎麼出軌或偷吃 經過你同意的喔 對 我是經過你的同意 可是問題是男生會這麼想 就是說我現在答應你 就是你這樣已經告訴我了 我就答應你 其實你都不會考慮到就是說 我雖然答應你們 可是我可能是在 壓抑著我的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男生 也不要自欺欺人 如果說你今天沒有辦法 就是說就不要裝得大度量 可是我會覺得 袁波他的狀況比較慘 是因為他即將要入國 老實說你不讓他去 你能管得到什麼嗎 對啊 你都要當兵了 有啊 我們進去部隊就發槍 這就很慘 還要清槍 他很慘 我覺得 所以我認為他的處境 是很難堪的啦 因為他老實講 他也沒辦法阻止他女朋友 不要去 我問這裡最純潔最正人君子的 李志偉 你跟一個女生 一個小女生 然後睡在一個房間 睡四個晚上 你自己能不能控制得住 我可以欸 但是他如果要來對我怎麼樣的話 我就不知道 你就投降 因為沒有這樣的經驗嘛 但是你說 你說如果說 因為我在這方面 我剛剛講那個 沒有 有兩個人都沒有抗議一下 表示他們也認為 你是此地最正人君子 謝謝 謝謝 因為這個時代沒有人要當正人君子 對啊 都被瞧不起 都被瞧不起 你上次就是這樣不是嗎 好笑喔 你上次怎麼樣來再講一次 就是我帶一個空姐一起出國 她很喜歡的空姐 她很喜歡空姐 那我們就一起去 空姐剛失戀 對對對 剛失戀 然後我們就一起睡一個房間 那下午的時候也要我幫她塗 防曬油什麼的 那她暗示得很明顯 她好明顯喔 但是因為那是我 防曬油塗在哪裡 背後 背後 對對對 然後她是站著讓你塗 還是趴著 趴著 那應該包括大腿 就是沒有穿衣服的地方 沒有布料的地方都要擦 可以碰了基本上都碰了 都碰了嗎 對對對 但是因為我可能比較正人君子吧 比志偉兄還正人君子 所以我當面 我是不會幫她擦的 你看她未婚 對 未婚 對 然後那四個晚上我都沒有碰她 然後到第三個晚上其實就有甩台 臉色就非常的臭了 對方 對對方 對方臉色很臭 對 非常臭 那你有察覺嗎 我有察覺 我發覺就說 奇怪 大家一起出來玩 就是好好的一起玩 那你為什麼要擺那個臭臉 我到底做錯什麼事 包括我拿啤酒給她 她說你要多冰 她說你有看過我喝熱的啤酒嗎 她就是故意找麻煩就對了 對 龔威 妳知道嗎 曾經有人就這樣 結果她早上起來 她早上起來就刮了男生一個耳光 說你禽獸不如 她說我怎麼會禽獸不如 因為你連禽獸都沒有做 你叫作沒有做禽獸 你叫作沒有做禽獸 對啊 所以我一直臭名到現在 男人今天有一個字裡面叫做你知道嗎 男人好色是禽獸嘛 男人如果不好色禽獸不如 你懂嗎 所以真的後面了一個 好 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我想要是大請求啊 我跟你講那個人就是很愛一個人 很在乎一個人 好 其實洪偉啊 上次那個我還記得很深刻 就是她都沒有動她 那她很喜歡的女生 就很尊重她 那想不到第三個晚上 那個女生就臉很臭 她有沒有很多暗示 除了請你幫她塗防曬油之外 當然 因為我們住的那個Vida 它算是一個露天的淋雨的 那個shower的那個房子 那她都會說要不要一起 或是怎麼樣 或是請我幫她拿什麼肥皂 或者是一些什麼東西 問你要不要一起洗澡 她在沖澡的時候 請你幫她拿東西之類的 一起沖澡 這個已經是到了臨界點了 她問你說要不要一起沖澡 對 那你說什麼 那你在幹什麼 你在幹什麼 你還這樣子拿肥皂給她這樣 你應該跟她講說我不要一起 你站那邊我幫你沖 還這樣子拿蓮蓬蓬蓋 洗澡這樣子 結果呢 沒有 因為我說實在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女孩子 那我對於喜歡女孩子 我都會給予比較長的時間去 希望獲得對方的好感 不要讓對方覺得我很隨便 你很紳士 很紳士 對 我對於 我們知道女生不喜歡紳士 對 我那一次經驗之後 我就發現我應該要當禽獸 她連禽獸都不如 不是 沒有 因為其實她已經很明顯的 告訴你說Come on baby 結果你反而是用這種很Gentle的方式對待 可是重點後來再回來還有黎玲嗎 她後來在離開我們一起機場的時候 我回到家裡面整理性 我有發現她有留一張卡片 在我的那個包包裡面 她大概就是有點 表示說她不應該對我那麼生氣 對 那她也對我有一些好感 那她很謝謝我這麼尊重她 這樣子 那後來呢 不然我們還是有保持一定的聯絡啦 互動這樣子 那如果說 你說因為你太喜歡她 所以你就表現成很紳士嘛 尊重她嘛 沒有發生什麼事嘛 那如果說那個女生 你沒有很喜歡她的 你會怎樣 直接吃起來 就會 直接處理了 生生活潑 真的啊 什麼意思 那代表說你還是會跟那個女生出去 對啊 沒有很喜歡 假設我那時候沒有喜歡的對象 或是dating的對象的時候 那有女生主動喜歡我 因為反正吃飯就多一個筷子嘛 喝酒多一個半 對 所以你不會去看你喜歡她 她就會強力踐踏 難怪你要開酒不管 好奇妙喔 很奇妙 這樣子會害到她 我幫你解釋一下 整個這樣掉了 天啊 她剛才講那個就是換一個筷子 其實它不是在輕薄這件事情 是 因為我覺得說人跟人之間 尤其有感情喜好的關係 如果能更生活一點更自然一點 其實有助於你們的關係 就是你覺得你很深重其實有比較好嗎 你深重是得失心特別重 想通想去想很複雜 不用想太多 對 常常老師說得多 那幾個晚上睡得好嗎 當然不好啊 怎麼說 對 因為她就是有在撩啦 那我自己也想說我到底要不要跨 那個除了漢界 那但是因為自己的內心 睡覺的時候有碰到嗎 有碰到 碰到什麼 就是 腳啊 有擦到 所以不是哪張床 是同一張床 因為房間是她訂的 天啊 就一張床 怎麼可能 四個晚上 哇塞 如何辦到的 我輸給你 那你碰到之後呢 手就收回來喔 你覺得身體會一定會碰撞到 然後就轉過去 然後假裝聊天啦 互動啦這樣子 對啊 就過了一個蠻漫長的四個晚上 睡不好 就覺得我到底是在度假的 那到底在幹嘛 那簡單還會碰不過 我應該是去修煉 你知道你是唐僧 你知道嗎 唐僧去修煉 他變蜘蛛精啊 對 他那個喜歡 其實我覺得他們兩個是 同樣的方式對待對方 對 女生也對主動 對啊 可是都已經主動幫你訂房間 就是這樣 你要不要進來洗人 你覺得他為什麼不撲上去呢 對不對 所以可見他跟你是一樣的狀態 他在等待 就兩個人就是 其實我告訴你們在等什麼 其實你們就是 已經明白自己很喜歡對方 但是呢 不很可能你想跟對方走下去 你才會有這麼一個 這倒是有可能 彼此在觀察的節奏 可以問一下 他晚上的時候穿著性感嗎 就是連身的睡衣 就很輕鬆 那種綿質的T恤長蹄 那還好 很不錯喔 裡面沒有穿內衣啊 裡面沒有穿內衣啊 你怎麼穿得那麼正式 你為什麼要穿這個 難道穿吐帶嗎 有些人會穿飯店的那種睡衣 如果他穿飯店的睡衣就過 你OK 誰知道 那是浴袍啦 就是看怎麼穿啊 誰說那個會不會跑 可是穿的時候就是感覺露到 一邊的袖不露出來 飯店的睡衣有兩種 有時候是浴袍 有時候是那種褲子的那種 浴袍就不要 不要綁太順 就兩件事的 對對對 一般浴袍會比較好 就是套著就好 裡面可以不用穿 可是我的觀點比較不一樣 因為如果換人是我 我今天很喜歡信息啊 然後他主動約我出去 如果要住一間房間啊 我會考慮欸 考慮倒不是像宏偉這樣 我就會覺得說 我如果很喜歡這個女生我會去 他如果暗示我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啊 我的想法會是說 那他是不是跟其他男生演 也是這樣 對 我反而是會這樣子想 因為我覺得 我的觀念比較保守一點 比方說我還是要跟他約會一段時間 他約我出去的時候 我就很肯定說 他是喜歡我的 那去要幹什麼 就很自然而然的發生了 對 那如果說是 你是剛認識嗎 認識幾個月 那幾個月你還 你真的太君子了 那我沒有評論了 文婉有一次到中國瀋陽去上節目 然後你也是跟老闆一起住同一個飯店 住同一個房間 對 而且那個是有一點點 因為今天要講這個例子啊 我就很有感觸 我覺得啦 當對方拋球 因為狀況不一樣 我為什麼講說這個女生應該多多少少 她是願意的 我今天講我那時候大概在 剛跑新聞的時候 大家記得那時候小龍女的事件 成龍的事件 突然間其實那個新聞事件很大 那我臨時要被派到香港去採訪 那時候只講說就我一個人 可是大家知道我到桃園機場的時候 機場又出現另外一個人 是一個男生 我的同事 然後那個同事是平常就是很會撩我 然後言語上 動作上 你知道我當下有做這樣的決定 他怎麼撩 讓許常哲學一學 沒有 比方說我昨天晚上有夢見你 然後那個眼神其實他已經告訴你說 他沒有告訴你內容是什麼 可是他眼神已經告訴你 我夢見的是限制機 那就真的是撩 或者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一直對他很有放心 可是那一次我到機場的時候 我發現怎麼多了一個他 我全身的那個什麼防禦機制都起來了 那刺威都起來了 我當下有做什麼決定 我說如果女生真的不要的話 我就說我的護照過期了 我轉頭就走 所以那一次不是沒有到香港去的 我就說那你自己去 就隔了一個門 很好笑 我就說那你去吧 那這一次的我要講說 剛剛智娜哥提到 那個中國瀋陽那一次的狀況 其實很特別 我是說有時候 如果是五天的話我不會這樣做 像那一次是我要到瀋陽 就到我那一次的過程 是要到深圳去轉機 可是我那天深圳 我足足待了超過12個小時 為什麼 因為等機的過程當中 一直延遲 一直延遲 後來才知道說原來大中國區 那邊全部是大暴雨 飛機是不飛的 可是我就跟那個老闆 因為我們還有工作人員 其實在一個禮拜以前 已經先到瀋陽去stand by了 那我跟那個老闆是差不多 就是說要錄製的時間 差不多我才飛過去 不用那麼早去 可是就一直等到快5月12點 我們一直在等飛機 那時候航空公司才廣播就說 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真的確定不飛了 到5月12點那怎麼辦 我總不能睡機場 然後那時候我就開始Google 就拿手機起來Google 我附近有什麼酒店幹嘛 我打電話其實幾乎都滿 因為12點了 可是那時候怎麼辦 我們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說那我們乾脆到附近 就是到外面的 沒有 就是有那個計程車 就上計程車 就問那個司機就是說 附近有沒有機場的旅館或什麼的 他說有 他說載我們到附近的一個 就是其實我到的時候 我發現說其實也不是什麼酒店 就是很顯露的 很破舊的 就類似人家說酒店那種 QK那種 賓館 然後對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下次 我就覺得 就是其實很害怕 就覺得那根本就很髒 然後再來就是說 覺得那邊出入的人比較複雜 可是再加上已經12點多 其實沒什麼房間 所以那時候櫃台就跟我們講說 其實就只剩一個房間 然後我就只剩一個 我說沒有兩個 他說沒有兩個 然後我說可是一個的話 是不是有兩個床這樣子 我要求兩個床 他說有有有兩個床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鬆一口氣 可是那對我來講 鬆一口氣跟一個老闆 住同一個房間 那個心理壓力是導致這樣 很大 好了 可是那個真的 一路真的坐電梯就覺得 就感覺好像自己要 雖然是年紀有了 可是感覺要仰入虎口 現在日間 好不好你們老闆也是這麼想 覺得壓力好大 現在日間就發現什麼事情 老闆也有在想說 他也不知道要求蝴皮膚 你不要這樣 今天我心情多複雜 多緊張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 那個房間一推進去的時候 我就想 等一下 我想知道話 去到飯店 然後知道說只有一床床 兩個人都同意說 今天晚上就要睡那一間房的時候 那兩個人之間就開始一直 很多的那個小宇宙在那邊跑 對 小劇場我就想說我進去 你會不會把我鋪倒 或我進去 我到時候洗澡或換衣服 我要怎麼換 你會不會怎麼樣 我覺得進去最可怕的是 進去了那一秒鐘 因為你就會看到說 哇靠床怎麼那麼小 因為那種很破 結果那個房間 即使雙人床跟一般單人床是一樣 沒有 我進去其實房門一推開 電影通常就這樣演 在那個要進去那個走到那裡 人就一直拖你拖我的 我拖你拖 最後是一條內褲就這樣 很容易碰到牆 你記得 你記得待一整天 其實真的渾身都很臭了 也很累了 其實真的沒有那個心思 然後一推進去我看 它有兩張床 一張是單人 一張是雙人的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那時候防衛機制就起來了 因為我發現它的浴室 毛玻璃的 我自己覺得 等一下 我跟他講說 我要上個廁所 你那個真的是Q的 不可以用的房間 料料 然後便便 我都覺得說那個聲音 我都覺得不好意思了 這個已經是一個障礙了 然後再加上我洗澡透過麻婆爐 我真的是那個多sexy 你知道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一定要有非常手段 非常手段就是呢 好 等一下說 來 我們先去廣告 就是給他穿兩顆暗衣 不得了 你先睡 很恐怖耶 我就覺得這是 就是浪摩 好 來 溫管 然後呢 沒有 然後 然後我必須講就是我心裡負擔非常非常的大 那進去之後他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洗澡 我說 我不洗澡 我就指出絕招 沒有 我就講說我要怎麼保護自己 然後呢 我覺得老闆也是 沒有氣氛 我說你要洗香香嗎 沒有 其實他是講說你要先洗嘛 意思說大家要洗澡 對 那你要先洗澡 那我就覺得 我不要洗 那我那一整個晚上 那我就是 不洗 不大便 不小便 然後我換衣服 我是從頭到尾 我連行李箱都沒有打開 然後我的衣服連脫都沒有脫 我是貨著衣服 然後戴真面貝 你不覺得這樣給老闆很大的壓力嗎 為什麼 因為感覺你在防禦他 對啊 真的 老闆會覺得你在防禦他 沒有 其實老實講 我對自己很有自信 我如果真的很放鬆 對方一定受不了 原來是這樣 什麼要叫做很放鬆 他一定受不了 你一定要跟你的老闆講 你的意思是說 你們昨晚是工夫不拿出來 我都在家裡 是真的 如果說我是換上睡意 然後我就是很 那就是沒有事情的 很自然的去洗澡幹嘛 我跟你講 一定出事的 對 我一定出事 所以我就是全部 就是把自己 我不換衣服 貨著衣服 然後就 不洗澡很痛苦 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那天晚上 覺得被鬼壓 你知道 我感覺鬼壓床 就是感覺有 後來我覺得是心理負擔心 我覺得遇到這種事情的解決方法 我建議大家一個方法 怎麼 因為大家一定都會很尷尬的 然後如果是我 我就跟他講 反正我們一定要住在這裡 也沒辦法了 我一定有跟你講說 你先洗 我先出去 你洗他打電話給我 我再進來 我再回來 就讓你 我要洗澡你也出去 我們就輕鬆一點 然後幾點就是要幹嘛 講清楚 吞一顆 吞兩顆安眠鴨胃 吞兩顆一起吞 所以我覺得是老經驗 我覺得這樣還是不保險 要是我 我會把房間讓給文婉睡 我一個人跑去拉比睡 對 那可能你對他就產生一種 你真的是君子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會跑去拉比睡 沒有我可能會生氣 你這什麼意思 不是嗎 因為真重啊 我懂你意思 我看到你這麼煩我 我知道你其實是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很恐懼的 那我為什麼要讓你壓力那麼大呢 我其實也不需要讓 你這樣我也很有壓力 是 你這麼煩我 我晚上也會睡不好 所以就是 那我 因為女生嘛 就房間讓你睡 拉比都會有沙發嘛 我就去睡沙發就好了 而且你知道嗎 那個整個晚上 你真的就 我可以想見 她的那個感覺 就真的會睡不好 然後因為她冷氣又很強 然後你沒有辦法調 然後呢 過程裡面 因為我有點 我不是說 我感覺有點鬼壓床 感覺 然後所以你可能會 就會掙扎這樣 那依稀間我就覺得 她走到我床邊 她就說你還好嗎 然後我突然跳起來 真的我真的這樣子 沒有感受 我說我很好 你不要過來 就是我認為我的反應 也會讓她壓力很大 是沒有錯 可是就這樣 那個晚上真的是 這是何其漫長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應該說 我很害怕 你要不要 不是 不是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就是 倒過來講 今天這個女生 你覺得就是說 你一個女孩子 其實我覺得鄭大哥 講得有點太單純了一點 其實二十幾歲 你說她剛出社會很嫩 其實現在的小孩子 其實可能 他們畢竟想像中的成熟 而且他們吸收資訊的管道很多 你如果真的覺得 你對這個人 你沒有意思也有防心 沒有心裡有一些 你知道盤算的話 你會拒絕的 像我一個這麼 年紀這麼大的女人 我都嚇死了 想盡辦法 更何況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那個 那個例子 我覺得心裡都有 就是這三個人都怪怪的 就根據有一個叫 Central的報導 中央心理吧 說美國查普曼大學研究發現 女人不能夠忍受精神出軌 男人是不能忍受肉體出軌 這個研究說 針對64000位男女進行調查 發現54%的異性戀的男性 跟35%異性戀的女性 非常難忍受肉體出軌 那46%的異性戀男性 跟65%的異性戀女性 非常難忍受精神出軌 顯然精神出軌 比肉體出軌 好像還嚴重 這樣 那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就覺得這個男生 如果說可以接受 他的女朋友跟別人發生關係 這樣 是不是也表示說 他不夠愛那個女生 其實我會覺得 剛才看到這一個 統計的數字 我發現以前有一個 男性有人跟我們講到 他跟我講 他跟我分享說 他覺得男生下體 下體就像一把鑰匙 一把鑰匙可以去開很多把鎖 這個鑰匙就是萬能鑰匙 是把很好的鑰匙 可是如果今天這個鑰匙 可以被好多把鑰匙打開 這個鑰匙就是個爛鑰医極上 就是說男生如果今天可以到處睡 很厲害 因為他鑰匙是萬能之鑰匙 我們女生的這個 他的是萬能之鑰匙 我們鑰匙就很爛 形同虛色 對嘛 形同虛色 這句話其實我不是百分之百同意 可是我就思考就是說 像男生為什麼說 我覺得板橋長江路那家鑰匙的老闆 真的很厲害 他每個都能開 這麼厲害是不是 什麼東西都沒開 鑰匙老闆 對 好那我會覺得 為什麼來探討一下說 那是謝教官 男人他比較無法接受女人肉體出軌 因為他會覺得說 今天男人對女人來講 我們在一起 女生多少男生都會有佔有欲 他會覺得說今天你是我的人 所以他當然會覺得 沒有辦法去接受別的男人 拿他的鑰匙來開 拿他的鑰匙來開你這道鑰匙 應該是只有我的鑰匙可以開 因為你是我的 可是為什麼女生都比較能 可以去接受說 我的男生去開別人家的鑰匙 拿他的鑰匙去開別人家的鑰匙 或跟別人家上床 因為女生會覺得 沒關係只要你回來就好了 只要你心裡面是愛我的 你還願意回家 那我就可能會原諒你 我覺得是這樣 好難喔 我們今天其實上的是 今天的主題是竊道 如何親門踏戶這樣子 永遠都是在開鎖 珍斯亞在大學的時候 跟補習班的外籍老師約會 那是 可是你內心有一個更喜歡的人 對啊 其實我覺得 回到這個新聞點上面 那時候剛才我有比喻說 大家就像在吃雙拼嘛 就是你男朋友你也很想要 可是你可能看到了 你喜歡的對象 有機會發展你也想要發展 兩邊都想要抓住 那我大學的時候就比較不懂事 就是也有曾經這樣一個經驗 當時那個是個外國人 然後是我們補習班的外籍老師 那美國人其實他們在交朋友 本來就不會說一下就交往 我們就是dating dating的話就是不會說是 我們是男女朋友這樣子 那其實跟他在交往當中 我內心有一個更喜歡的對象 就是我現在的勞工 可是我跟他是有距離的戀愛 一直沒有辦法 真的在一起 有一天呢就是我們有一個機會 我們兩個人可以一起去泰國玩 去童遊 跟這個補習班老師 跟我的這個喜歡的人 就是我現在的老公 這個時候我就想說 這個機會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可是我又不想要對不起 這一個有在交往的 這一個外籍老師嘛 那我就左思右想 我就想說好吧 那既然我兩個都想要兼得 就是一定要做一些奧招這樣子 所以說就在有一天 黑風高的晚上 我們就兩個就在那邊炒飯 就炒好炒滿這樣子 炒完飯以後 我就問他說 我們這樣子的話 感覺也很不錯 對我們 你覺得你對我們未來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會希望說就是 以婚姻 以結婚為前提做交往 你覺得好不好 那當然你知道外國人一聽到 就想說 嚇死了 不是說 我們也還沒有講到說 是男女朋友 你怎麼問我這個問題這樣子 那他突然就想說 這個落差很大 本來大家還農情密 結果後來 我講了這個問題 他覺得很煞風景 他就說 沒有啦 其實應該也沒什麼未來可言 因為他接下來要回到美國去 我說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不要那麼的認真好了 因為我說 在國外有一種關係 就是開放式的關係 大家就是 沒有說一定要對彼此 一對一的 他就說好 我覺得這個好 Good idea 非常好的想法 我也是 我完全跟妳同意 我說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因為我接下來要去泰國 要去玩 我說那如果 我在那邊如果發生厭遇的話 所以說 意思就是說我也是可以 採取行動囉 他說 當然 沒有問題 Go for it 真的 儘管去吧 對儘管去吧 安心的去吧 那我在想說 做好做滿吧 對就是這樣說 那我覺得 男生的心目中 有的時候會太低估女生 我相信那時候 他在講的時候 當然他是給他自己一個台階下 可是我認為他應該也會覺得說 你這樣去 你去泰國 如果要厭遇就厭遇 那我calling 那當然我嘴巴上 就告訴你說 就鼓勵說 沒關係啊 我不會在意還是什麼的 可是我認為 如果今天事情真的發生了 他知道 他肯定還是會在意啊 可是那個時候 我心裡面 我是得到他的一個聖職 就是說 是你告訴我說 我們是開放性的關係 對嘛 那我如果說 今天我真的去外國 跟我後來很喜歡這個男生 發生什麼事情 我也沒有說對不起你 對 那就是我的小澳招 你只是你要我老實告訴他說 我要跟去的是我很喜歡的 對 而且你已經有對象了 而不是你講的厭遇 對 你已經有特定對象了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女生會 用一些話術讓男生跳進去 然後讓男生說出 我們真的很想要聽到的話 可是後來他有那個嗎 有發現 然後去跟你NT嗎 沒有啊 其實沒有 反正回來我還是 大家就是開放性的關係 就互相配搬 其實在自由時報有一個專欄 還滿受歡迎的 對 寫得很好 請問什麼叫炒好炒滿 炒好炒滿 因為現在我們就把這個姓氏 當作是炒飯嘛 那炒好炒滿的話 就是說你不斷是加什麼料 你炒 不是炒 對不起 你炒到他的心寒裡 炒到人家很像半部爹 小宇宙爆炸 然後炒到飛天 這是炒好炒滿 沒有 我們這種脫手 我很想吃到 炒好炒滿的標準是什麼 感覺這個炒好炒滿 好有壓力 還是說要怎麼 對啊 是什麼樣的標準 叫炒好炒滿 其實我覺得炒好炒滿的標準 就是你要看對方的顏面 有沒有失調 因為他已經顏面失調到 他都已經翻白眼了 在抽搐了 表示你就做了 就已經滿了 真的嗎 要停了 滿出來 就是面目全非這樣 翻白眼然後發抖 對 金丸啊 女生啊 男生女生都一樣啊 對啊 對啊 感覺上你們好像都很陌生 對這種炒好炒滿的陌生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超好炒 太有趣了 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來陰招的女人 最近宮廷鬥爭劇非常火紅 炎喜攻略裡面 被大家聲稱是最會耍陰招的 對 其中有一個角色叫爾琴 這也這麼厲害啊 他很厲害 因為你在前面25集之前 你都不知道他是壞人 完全看不出來 他就是伺候皇上的一個宮女 而且之後他皇后的一個宮女 然後很多年嘛 對 那他就是 你就覺得是一個非常 溫良恭儉讓的女生 很勢大體這樣 但他後來也是為了男人 然後去進行了一堆 報復性的手段 那你說這個戲裡面 其實他好看的地方 是每一個人的個性都很鮮明嘛 壞人其實他做壞事 是會讓你察覺的 那種很可怕耍陰招的是 你都不知道他要對付你 然後你對他掏心掏肺 那這個爾琴就是這樣的人 那反正總而言之呢 他在裡面喜歡上了皇后的弟弟 好 那皇后的弟弟是喜歡 《沿襲攻略》裡面的女主角 魏英洛 但是 但是爾琴跟魏英洛 應該是好姐妹的 因為他們都是伺候皇后的悲女 但他一知道說 原來這個皇后的弟弟 喜歡的是英洛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要對付他了 那事實上 魏英洛其實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女生 他是知道 他是幫助皇后去對付很多壞人 他在裡面 他不像甄嬛是被欺負的 他是KO掉很多人 他要你死就可以死的那種 很厲害的一個女生 但他也沒有想到 跟他一起伺候皇后的這個爾琴 是一個這麼可怕的人 反正總而言之 他就設計了 讓自己嫁給皇后的弟弟 但他嫁給他之後 他發現 當時他嫁給他 他也是運用手段 就是威脅嘛 就是如果你不娶我 我就讓皇上知道 你跟魏英洛的事情 但因為皇上是喜歡魏英洛的 所以這個皇后的弟弟 就不得不娶了爾琴 但是舊飯娶了他之後 他發現他的心 還是在想著魏英洛 他就要對付他 但對付不了 他就要報復 他要報復他這個無緣的老公 所有身邊所有的人 那你想想看 他跟皇后這麼好 皇后這麼信任他 他就夜黑風高皇帝喝醉了 趁著皇帝乾隆喝醉的時候 就假裝跟乾隆發生關係 但其實乾隆根本搞不清楚 他有沒有跟他發生關係 他就大肆講說 我跟他發生關係 我懷了皇上的孩子 但是他已經是一個已婚的人了 他的老公是皇后的弟弟 所以皇后當然受打擊 尤其皇后 那時候生了個兒子 兒子又死掉了 他跑去跟皇后講說 我懷了你老公的龍腫 對 然後就讓 夠狠 夠狠 非常狠 然後就等於是說 皇后都已經在懷疑他的孩子 是不是他害死的 然後現在連老公都被他搶走 又懷了龍腫 皇后就大受打擊 跳樓自殺了 所以等於是說 這個女生到後來 讓很多看的觀眾都覺得說 這個女生真的是太可怕 因為已經不足以 用綠茶錶來形容他 就是他已經進階到 觀音錶 龍頸 因為觀音跟龍頸的等次 是比這個綠茶還要多 來 什麼叫綠茶錶 這個是有特徵的 綠茶錶的十大特徵是 他會各種裝 裝無辜 裝可憐 裝純潔 然後再來是異性朋友特別多 接下來是從來不拒絕追求自己的人 他享受很多人追他的感覺 跟所有人都特別的曖昧 然後在背後說朋友的壞話 經常打壓身邊的女人 這個為男情都有 總是喜歡跟有女朋友的男人聊天 最喜歡說的話就是 我怎麼那麼笨啊 原來是這樣子喔 天啊你好聰明喔 真的有耶 我真的不懂耶 你教我好不好 這樣 再來是他喜歡裝柔弱 什麼事都要靠男人 想盡辦法吸引男人的關注 跟男人出去 總是想盡辦法 花男人的錢 還一副不好意思的樣子 把男人當錢包 最後是 他明明是個小三 卻還叫囂自己是真愛 這個叫做綠茶錶 也就是剛剛講的 耳情 耳情符合其中 超過五項就是符合 就是了 因為綠茶錶還有一個特質 那是上面沒有寫的 就是他交往的朋友裡面 同性朋友 不會有比他漂亮 他特別喜歡跟 比他醜很多人在一起 因為這樣子做可以凸顯說 我沒有以貌取人 對 然後而且他很喜歡跟你合照 然後PO在臉書 他跟著重心拱躍 好可愛喔 好開心喔 我今天跟好姐妹一起吃飯這樣 然後這個傻 我們講傻逼 傻逼 這個傻逼可能還不知道他是被利用 然後很多人都以為說 他真的不錯 他不會因為你的外型 或是因為你的長相 而不跟你交往 但其實他卻背地裡 這邊有寫這樣好朋友的壞話 綠茶錶之外現在又發展出什麼 很多很多錶 有奶茶錶 什麼叫奶茶錶 奶茶錶就是比綠茶高一點點 因為他有加奶嘛 然後如果茶的 就是他 他的他會進階 就等 所以說他的技術比較高 技術更高超 就是說 綠茶錶因為已經被大家講了很久了 久了 所以符合這種特質人他會進階 就進階 所以為什麼講說耳琴是 已經進階到龍井錶 因為他比綠茶錶的手段還要更高 龍井茶 龍井茶 然後洞鼎觀音嘛 是是是 然後當然有檔次低的 叫做地溝油錶 為什麼 因為地溝油就是最爛的油嘛 那地溝油錶的意思就是說 你 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很錶 然後你還不覺得這個錶是丟臉的事情 你可能會去問這個男生說 做一次一千塊要不要 還不是說一萬 一千塊我就OK了 這個就被認為是地溝油錶 然後穿的就是花枝招展 你想得到能露的他都露給你看 是是是 那洪偉呢 就有聽過銀行的女業務行員 對主管設陷阱 是 因為我們同業之間 事實上我們都會聚餐 然後都會做一些八卦上面的交流 因為業務跟業務之間的競爭是非常激烈 那你送的案子呢 通常你的老闆決定要不要做是一個很大的關係 那所以我就聽過同業就講就是說 有一個女孩子 她平常因為她也年輕也算貌美 那都會去續攤啦 KTV唱完之後還要去Pub幹嘛 她的酒量是非常的好 酒公格不喝她直接喝公杯的 不管是高粱啦 然後威士忌什麼都喝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有一次呢他們剛好部門聚餐 就是所有的平行單位都會一起出去 那因為聚餐的時間不會太晚 可能九點半大家也有家室啦 幹嘛都要回去休息 然後這女生很奇怪 差不多九點左右就裝醉 就是大家都已經 大家可能要擅長要離家的時候 她就一個人就躺在那邊 就假裝睡著 那身為她的主管的時候 她就覺得要照顧她幹嘛的 那後來呢這個主管就帶著她 要送她回家 那意識還是算有一點清楚啦 那後來到路上了一半的時候呢 那個女生說我快受不了 我可能要塗我找個地方休息 然後呢那個主管也想說 那我還是趕快幫她去安頓好 怕她吐到計程車上面 或怎麼樣 然後她就送她去飯店 那因為半吹半舊之下呢 她就 他們也發生了一些關係出來 從這之後呢 那個女生所送的案件 不管是再怎麼差的條件 她的老闆都會幫她爭取 包括預算啦 那業務可能都會有一些 預算去譬如說行銷的部分啦 或者是一些公關的部分 也都很快就可以給她鋪這樣子 對 真的是喔 很有心機喔 俄羅斯也有一對夫妻 她用人工受孕的方式 順利的產下了一個兒子 那原本呢以為一家三口 可以很幸福的過下去 可是呢 沒有想到兒子出生才滿一年 她的太太叫做亞娜 就向老公叫馬西姆 提出離婚的要求 這不是奇怪嗎 對 也結婚了 然後人工受孕 小孩生出來了 然後就要提出離婚 為什麼呢 進廣告 謝謝 這個真的好離婚 這真的很離婚 謝謝 謝謝 志偉有了解俄羅斯這對夫妻嗎 有啊 對 那你說了解是認識的事件 認識的事件 認識的事件 這一個新聞 這一個新聞 好可愛喔 對啊 為什麼離婚 對啊 這個真的是太離譜了 就是你想他們為什麼要人工受孕 那就是不孕嘛 對 但是結婚才一年耶 就覺得自己不孕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覺得蠻扯的 這個 這個就已經覺得可疑了嗎 很怪了嘛 但是那個離婚的原因啊 是他結婚一年 然後受孕成功 然後也生了小孩 那你看一年 欸 懷孕也要十個月吧 那不就是你結婚就去做人工受孕了嗎 那也真的太瞎了 不管 也許他們在結婚之前 已經有判斷了什麼樣的 的理由 所以以至於一結婚 馬上做這件事情 好 這個生下來的小孩 那你看 結婚一年 小孩生下來兩個月 他就跟老公說我要離婚 那老公一定問他為什麼 那你知道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 因為我已經達到我的目的了 你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人工受孕生小孩啊 蛤 不太懂你的意思耶 然後那時候呢 這個老婆就告訴他說 我告訴你好了 這小孩不是你的小孩 嗯 他就晴天霹靂 怎麼可能不是我的小孩 我們不是一起去醫院 然後採集你的卵子跟我的精子 然後去培養出我們這個寶寶嗎 嗯 這個女兒就說 我跟你講 當時我掉包了精液 那這個男的就晴天霹靂嘛 你掉包精液怎麼一回事 那這個孩子的爸爸是誰 他就說我的前男友 然後讓這個老公覺得 蛤 因為他連 他連這樣都可以 因為你可以想像的是說 如果今天你是跟你的前男友 睡懷了孕 然後賴給我 那你就罷了 嗯 但是是去做人工受孕 都還可以這樣搞耶 而且你知道嗎 那個受人工受孕 那表示那個精液要熱騰騰的耶 馬上要送過去耶 那就是說他其實 這個櫃頂 過多久會死掉啊 他應該冰起來吧 應該先冰起來 這個我有經驗啦 你有經驗 我有驗過 我有驗過 要現打嗎 最好是現打 對嘛 現打才新鮮嘛 對啊 但是基本上 這個醫院會告訴你說半小時內 的確你如果出來之後 那你要把 你要 因為天氣太熱一定會影響 精蟲會 死掉 就算不會全死也會死 因為現在人 以前都有上億精蟲嘛 現在七八千萬就要偷笑了 因為你的飲食 因為你的工作環境 所以我那時候曾經 因為懷疑自己不孕 所以去做了 去看了門診 然後他就是開了單子說 你在哪一天 送精液過來 那我們怎麼可能去醫院做這件事情 很怪啊 那他也沒有 他只是告訴我半小時之內就OK 送你就可以 那我就在家裡弄嘛 弄完之後我就送去啦 我還有買冰塊 他也沒有交代 我還有買冰塊 然後把那個瓶子弄住嘛 我就送過去 所以看多麻煩 對 那我送過去之後 你不知道你的蝌蚪都在講 好冷 他動不動 他動不動啊 對啊 結果我送去呢 送去之後 他就收了嘛 那你知道我大概過一個禮拜回去看報告啊 醫生就會跟我搖頭啊 就說 你的精蟲啊 百分之九十六 不會動 只有百分之四會動 是因為被你冰了嗎 沒有我以為是這樣 我說怎麼可能 所以就是坐實了 我可能就是會補孕的 的這個 可能我就補孕就對了 坐實了這樣子 那我說那怎麼辦 那醫生就說啊 不要擔心啊 現在的生殖技術很發達 你可以做人工受孕或什麼 我就覺得太不可思議 怎麼可能 就是 那我太太就跟我說 為什麼不可能 我說我曾經有過啊 你就覺得怎麼可能不可能 曾經有過什麼 小孩嗎 就大家自己去想嘛 然後 然後後來 後來就是 我就覺得不相信嘛 但是醫生也告訴我說 那你就不要在這裡坐 你再去別的地方試試看 他就介紹了我在仁愛路 有一個名醫 專門在做不孕症的名醫 是他這個醫院以前的同事 我就去了 那去的時候他們就非常的專業 他是怎樣專業 他就是拿了兩本書給你 那那個書就是 你要美國的還是日本的 你自己選 那我們裡面也有 那你後來選美國還是日本的 我口味比較重一點 我看美國 口味比較重 好 不管那是重點啊 那怎麼會不是重點 那他就有一個類似像 重點只要出了來就好啦 他就有點像那個 MTV的那種小房間 就是裡面有電視嘛 然後就讓你看 然後他會給你一個培養 一個培養罐子 就很像在 就是很像培養皿的那種 但是不是短的是比較 因為他不知道你的量有多少嘛 他給你大概這樣 一個飾管是不是 類似一個飾管 但是沒有飾管那麼小 不然怎麼塞得進去 對 你怎麼塞得進去 他至少要 露度 他至少要有一個口徑嘛 那每一個人的 你可不可以口徑弄那麼大 對嘛 是不是 因為那個口徑要比那個大 所以 所以就 你那時候還在裡面想說 好害喔 我如果取金喔 請尊重我們兩個好不好 你如果取金 然後進去三分鐘就出來 是不是 我現在說謊好不好 你們都越大越好 要不要拿錢挖工 樓有沒有歪掉了 樓有沒有歪掉 樓有沒有歪掉 你那時候心理的想法是說 要取金 你不能進去 三分鐘就出來啦 為什麼 裡面的都是護士小姐 你會被人家 被人家看 所以進去三分鐘就出來 沒有 他就是先在那邊睡覺再起來 對 那反正總而言之我就 連這個都要在面子喔 沒有 他就說 反正就是說 你有半小時的時間 做這件事嘛 他就給你半個小時 那我是大概十分鐘就拿出來了 你如果那麼多了 你不要說 對我來說半個錢不夠 你是會很不好意思啦 那他當下就幫你檢查了 檢查完之後 那醫生就問我說 你知道哪一個醫院檢查的 我就跟他說某某醫院 他說你去告他 我說為什麼 他說 金蟲很正常啊 百分之七八十 這個可以正常受孕 你根本不需要來 我說真的假的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不用騙你啊 我做不孕症了 我如果要賺你的錢 我就騙你 所以你不用擔心 我是有道德的醫師 他就叫我去告那個醫院嘛 但是因為那個醫生是 那個幫我做檢查是檢查的部門 並不是醫生嘛 但我就 因為那個醫生是我太太的婦產科醫師 我就再回去刮他的枕 我就說 欸 你的好朋友說我很正常耶 真的假的 怎麼可能 後來我說真的啊 他說好 那你現在馬上去取我 當下看這樣子 我要再去取一次金了 那這次在廁所你沒有任何 同一天喔 不同天啊 不同天啊 就是隔一個禮拜 環境不一樣啊 從一個MTV房間 下面進一個公車 對啊 那他是拿類似的罐子給你 那你就很不好意思 又到了診間 然後直接喔 醫生就把你的金取下來 放在顯微鏡 那種不知道幾萬倍的顯微鏡下面看 欸來來 志偉來看 你就看 哇 你就看那蝌蚪成千上位 跑好快喔 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要收廣告費耶 這大哥 置物啦 對啊 其實他有點誇張 因為我知道那時候他很久沒做了 其實他看到的是千蛙 反正那一次玩的時候 他就說不用擔心啦 不用弄事 都成蟲了 對啊 欸怎麼講到這裡 這個好好笑 所以 所以最後的結論是回答你的問題 因為我送去的時候 他幫我去查嘛 我送去的時間是已經快12點了 過程對不對 過程 那你的冰塊是對的嗎 冰塊是對的 但是就是說 送到他們那邊去 懷疑是他那裡沒有當下 立刻冷凍或怎麼樣 他可能放了一段時間 你這個解釋好長喔 對啊 所以 要不然你沒有什麼理由可以 因為裡面的精蟲都死掉了 當然不會動啊 所以你剛剛講說 對 他要調換這個東西 他一定要用心機的 他才有機會去調換它 可能他老公弄完之後說 你幫我拿去 然後前男友就在隔壁房間 對 對 就在醫院 所以這個老公 他是也有告這個醫院的 然後醫院還有賠了70幾萬台幣 我們如果去捐精 那個精蟲術算不算那個 捐精蟲術怎麼樣 就是算不算 那個品質算不算在費用裡面 沒有啊沒有算啊 可是我不是去捐精啊 我是驗而已 我知道 因為現在有人賣血已經不值錢 對 賣精蟲 有精子銀行 卵子銀行啊 他會 沒有 你要賣精 他要做非常非常嚴格的檢查 他必須要知道 你有沒有任何的疑存疾病 你要做很多的檢查 所以捐精比捐血貴 就是你捐精比較有賺頭 應該說賣血比賣金還要簡單一點 但是賣血 賣血他當然也會看你有沒有艾滋病啊 或什麼B肝嘛 捐精現在一次多少錢 我們之前做過新聞 就是說如果你通過了各項考驗之後呢 你捐一次精啊 可能可以有三到四萬塊 所以其實是 一次就三到四萬 一次就三到四萬 可是它的過程是比較繁瑣的 它要必須知道你的 你的有沒有任何的疾病啊 病史 然後你還要簽一個切結書 就是因為這個精子 以後不知道會到誰身上 你要切一個切結 那比我說 變成專業賣金人 真的也蠻好賺的 因為宏偉開餐廳 他每天都在吃蚵仔 確實有點可惜 我應該去轉他 兼餐 兼餐 對 把身體養了好多 他又未婚對不對 對 像阿德這就不行了 年紀有 不要這樣講那 那個很嚴格啦 那個還要 這他跟你講的那個的確是 你出來之後他還要看你的 精子的品質啊 你真的如果都是掰 都被淘汰掉 掰大小的小這樣子 其實 什麼什麼 什麼東西 這要講那個要笑音 沒關係啊 如果你是X的話 就是不好的 就是白色的 你就不好的精子就好了 你應該要講什麼 就講台語 他要講台語給你聽嘛 我們要 要接得上定期 休息一下 我要消音 第一次我 我就知道這個 我就說不好的 我就說不好的 這個太好笑了 你就消音吧 好 這裡有一個新聞很有趣 我不曉得他女生在想什麼 因為有一位陳先生 他控告他的太太 這個 在2014年5月到2017年的2月 這樣是多久 兩年半 跟暱稱 這個陳太太暱稱賊 小偷那個賊的男子 在摩鐵 在車上 還有在這個住處 發生通姦的行為 總共通姦127次 你看這數字多具體啊 對 可是呢 陳太太堅決否認他有通姦 他說我只是在日歷紙上面記載 我跟賊發生 等性行為 全都是自己的性幻想 那檢察官就調查 這個陳先生啊 他指述他的太太涉嫌犯通姦罪啊 說他其實只是在日歷紙 還有筆記本上面 除了這個寫的內容以外 其他都找不到任何的證據 所以沒有辦法相信 檢方最後詢問陳先生說 那你說你太太通姦的對象啊 職業啊 住在哪裡啊 你知道嗎 他說我都不知道 最後呢 就因為沒有證據 所以 不起訴 不起訴 如果是幻想 有辦法到這樣嗎 我覺得 真的喔 我剛開始看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的直覺 我認為啦 就是說你如果要幻想的 因為一般不可能這麼巨細迷移 就是說你有時間 有人時時地物 而且從2014年 然後一連紀錄了三年 那個感覺就是說 不可能就是你知道嗎 無風不其浪吧 對 你應該是有一點什麼 那只是說女人 都比較容易隱藏 我們也還講說 女人偷吃 男人很難抓 因為比較懂得擦水 那男人就比較笨 常會流東流西的 就會被抓到 然後可能 在這個狀況底下 因為往回 就是如果說 因為檢察官給這個先生 就是說 好沒關係 我給你半年 七個月時間你去找證據 結果呢 這半年七個月 其實老公什麼都沒有找到 可是這個就是很吊詭啊 因為一般你如果說 你就算沒有一些 比方說抓姦在床的證據 至少有通聯 還是有各方面的 可是零耶 所以你從另外一個角度 一定有很多蛛絲馬跡嘛 對 我是在想說這個新聞 會不會只寫片段 因為當一個男人 會懷疑太太的時候 可能不只是所謂的 他發現的日記 是不是這個太太 已經很久不讓他碰 或者是說太太的 一些反應狀況比較不正常 所以他才會想說 你是不是出軌 所以他開始去找一些 就是狀況 所以再來所謂的這些日記 這些東西出來 這個也算蛛絲馬跡 我問你喔 你會不會幻想 會吧 會啊 一定會啊 你幹嘛等那麼久 會啊 不是 所以其實光是這一個 因為這個新聞 我這兩天 我跟我一些閨蜜 不是幻想 你會把它寫在日曆紙上 對 其實我們討論 我跟我閨蜜討論的結論是 這個女生真的是蠻特別的 因為她又會付出 所謂白紙黑字寫下來 那也許 你知道嗎 有很多人其實 每個人展現自己對 性愛的渴望的那個方式 是不一樣的 像我們可能就在腦海裡幻想 你想想看 我跟老鄭 我跟你結婚二十年 又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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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嘆口氣我都知道已經結束了 很無聊的 所以 這樣我們 這個狀況怎麼辦 你為了讓自己 你絕對會收到純正銜 不是 我只是在想說 其實這種很 很規律性的 或者是很 就是沒有什麼 愛的火花的這種關係 你判斷她是有 我跟你講 她不只是幻想 沒有 我是覺得 從這些感覺應該是有 可是你從另外一個角度是 因為台灣的女人太壓抑了 有時候她必須要藉由一些方式 去刺激我跟你之間的關係 我不知道他們之間有沒有 我就講了 那個先生會去懷疑太太 可能他們已經沒有性 很多 性關係已經有障礙了 所以她才會懷疑太太 可是我現在講的是說 有些台灣的女人 像我們這樣的女人 就是很壓抑的女人 其實是會靠幻想 去滿足填補 就是說 希望自己在床上 比方我一樣面對老格西 就是這副格西 可是我希望我自己表現得好 我就把它幻想成 你這樣的心態 怎麼會幸福嗎 沒有 會幸福 會幸福 因為我的朋友 就因為這樣子 改善了夫妻的關係 比方我把它幻想成 金城武 我把它幻想成 比方說都民俊 那我就會表現得比較好 那其實性愛是一種互動啊 我表現好 你是不是也會開心 那老公他發現 老公的這個表現也好 也好多了 那你的幻想平反嗎 你在問我嗎 因為我沒有對象啊 以前是需要啦 以前需要幻想 那現在不需要 因為現在沒有對象 他是要有對象才幻想 他不會幻想一個藝人 不會 憑空會 憑空幻想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可能是有對象的 一些這些太太們 其實他需要的是 那些是很空虛的 那種幻想 達到滿足的程度是什麼 其實我要講的是說 我的 我講我女朋友的經驗好了 他說其實他因為 不好 他真的跟他的交往的對象 其實是沒有婚姻的 那男朋友交往了快二十年 可是二十年當中 到最後已經真的 食而無味 那年紀大了 男生的能力也沒那麼好 所以後來其實他就會 覺得很類似 第一個要幫他 然後再來呢 就算了 就永遠就是覺得 是一個苦差事 所以他們必須要藉由 看A片 來助性這樣 可是這些都讓他覺得 非常非常痛苦 然後呢 他甚至心裡面會有負擔 比方說他男朋友 在跟他做愛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你心裡在想著我嗎 你有畫面在助性 也許你的心裡面 到底是他嘛 對 後來他只好逼自己改變 改變是什麼 我們不要A片助性 我改變我自己 我把你想成 比方我心裡面的 性幻想的對象 後來就因為這樣 我講了啊 你說會不會很High 他說很High啊 我覺得你還是很保守 像我就會幻想 因為你有對象啊 我剛剛問你到滿足的程度 像我滿足的程度是 翻白眼然後抖動 然後又是出去 面部全非就對了 那不叫幻想 那叫演出 不是了 就是很High啦 其實我覺得那個滿足 是因為你自己會很High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事情 是很有可能的啦 而且我告訴你 這個現在是 有可能是什麼 幻想 純幻想 我告訴你 尤其是網路的社群時代 我告訴你 大家都在跟幻想中的對象交往 對 就是每天我來這邊看你留言 看你的文章 我每天都對你的幻想 現在這個是這個時代喔 會流行的一個狀態 而且滿嚴重的 你怎麼知道 嚴重嗎 因為我一個朋友啊 譬如說他們最近 韓劇流行哪一些男主角 然後他就都叫他對方老公 然後甚至跟自己的男朋友 出去約會 poFacebook 他還修圖 把那個韓劇的男主角 我今天跟我老公出去 嗯 但我們覺得說 你明明有 那他男朋友我怎麼想啊 他覺得他好啊 沒有沒有 這種事情我們家就發生了啊 蛤 那個不是那個 反正韓劇這幾個人 反正只要會看那個 你講不出來對不對 只要會看韓劇的那個太太們 都會有就是 就是比如說 這一齣戲 這個男主角是他瘋狂的 對 這一段時間喔 我們家就會出現很多 這個男主角的東西 對 比如說 有他的臨時 沒有 有他出版的臨時 臨時 有他照片那個臨時 或是說 他有一個照片 他覺得很帥喔 他把它撿起來做成立體的 放在很多角落 或者資料夾 會QQQ 然後可能是 在做菜的那個手套 就是那男主角的照片 對 就是這些 多到喔 他是連平常的話題 也會常常講說 太帥了 他今天 就要把他今天帥的樣子 再講一遍給你聽 你太太 對 而且他們都是怎麼去收集這些東西 就糾團 就有幾個喜歡這樣的 這個演員的這個 這些韓劇的這些迷 大家就一起去 派一個人去韓國 買這些大家的需要一起拿回來 那你可不可以去買手套 順利席幻想中的女生 給你太太看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在乎 因為他已經沉迷在那裡面了 真的嗎 我沒有做什麼事情 他就不會 都不會在乎 我為什麼覺得這個是好事 因為幻想不會出事 因為譬如說 你知道嗎 我們做唱片就是 一天到晚在製造偶像 為什麼要製造偶像 你以為我們就是 讓你真的愛上他嗎 我們是讓你崇拜他 這樣崇拜是安全的 因為人沒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真的 很苦耶 我覺得韓劇真的救了台灣的很多太太 因為夫妻感情不好 只要看到韓劇裡面 生活上的一些不滿足 其實可以甜品的 老師講的對耶 他深入民間 因為我剛剛不是跟說 我跟幾個閨蜜好朋友聊天嗎 他們都是太太 他們就說 像這個127次他登記下來 就等同 你知道我們為什麼要追韓劇嗎 因為兩年多 127次的意思 就是一年就差不多50次左右 我舉個例子 為什麼我說這是真的 因為真的有做愛的人 不會寫這個東西 已經滿足了 不用寫了 是一直都沒有滿足 一直在幻想才每天要寫 對 我們會投射 我們會投射 所以女生其實是一個性幻想的高手 其實她愛一個人 都不是愛上對方 就是愛上想像的她 超會想像的 然後想像到什麼地步 明明這個人不是這樣的人 還要用這樣方式的要求她 就是找對方嗎 也找自己麻煩 好 等一下的時候來先休息一下 好 這裡還有一位女網友 她在Dcard發文說 在台北捷運頂埔站 遇到一名身高超過180公分的壯男 但是她是個變態 而且朋友也發生一樣的事 這個簡小姐說 因為工作的關係 她回到這個回家 大約都在深夜11點多 然後7月1號的晚上 深夜11點多 她從2號出口出來 2號出口 突然從旁邊的草叢裡面 伸直一隻手 大力的把她拖進去 那邊是監視器的死角 拍不到的 我來不及反應 就倒栽蔥似的 被拖進草叢裡面 天色太暗了 她被光壓在我身上 我看不清她的臉 我愣住了 正要開口尖叫 就被她接吻了 穩住了 然後這簡小姐又說 她又戳了我的胸 親我的臉 又紋我的脖子 亂扯我的衣服 對方的聲音聽起來 不像有年紀的人 對她說 我最喜歡你這種小芝麻了 X起來超爽的 然後文章一出以後引發討論 很多網友叫她去報警 她說好 我去報警 可是等我冷靜下來 我再報警 事後她就把她刪文了 結果你知道這種事 這個是治安的事情 警察就重視了 就調查了 就通知這個簡小姐到案 因為你知道追查那個 是IP是追得到的 發現說 一切都是她的幻想 根本沒有這個事情 網友就問 你文筆那麼好 為什麼不去當編劇 沒有 我覺得她言情小說看太多了 你如果真的是遇到這種事情 你當下就去報警 你還會寫在網路上嗎 然後再加上 而且不要冷靜 很細膩喔 細膩 而且你看這些字眼 好像運鏡一樣 這些字眼 我都懷疑它是複製貼上 因為現在很多那個 就是說 有一些網路上的言情小說 因為你知道 像男生跟女生 有時候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於說 男生可能我要視覺嘛 所以我可能看 黃色小說 小說已經是很早以前了 A片 應該是說A片啊 或是 或是了不起是 就是有圖片的 你要她看文字這樣去想像 她 男生比較沒辦法 沒有那個美國時間 女生的話 就是像我身邊 有些女性朋友 他們就會看 現在網路上很紅的 言情小說 就是類似她寫的這種 什麼親吻我的脖子 戳了我的哪裡 那你幻想OK 沒有人阻止你幻想 你可以把它弄成假的 把它PO上去 這個不是很奇怪嗎 這犯法耶 這是造福祖的那個吧 他只是寫一篇 他的幻想文章而已 然後他也覺得說 反正在這爆料公司 這些所有地方 也很多都是假的啊 所以我覺得他的心態就是說 反正我做了一件 也沒有傷到別人的事情嘛 滿足我的幻想嘛 因為這種幻想 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要有人看 我不破壞這上面誰看 所以你要原諒我 我要有讀者 我不是要傷人 齊文共賞 所以我覺得說 大家看到這種事情 其實可以不要那麼嚴肅 因為我覺得說其實 對警察來講 他會覺得這個是重大的事情 我的轄區竟然發生 連續發生兩次這樣的事情 發生事情 發生沒有事 不是應該很高興嗎 可是大家會很恐懼 什麼東西 自安啊 自安發生很大的問題 對 可是我覺得說 婦女的安危 可是這樣的事情 其實在市面上 已經很多了嘛 這個是強暴未遂 我的意思是說已經很多了 不會只是這個而已 我就覺得說 有一個這樣的出口 模擬那樣 反正大家都知道 有部分是假的嘛 其實就不會認真看 可是有這個出口其實很重要 你們怎麼那麼會幻想啊 沒有啦 我們想要幻想是 因為有的時候有文字下來 我們真的是可以去選 我們的男主角 但沒有 幻想是講好聽啦 就是可能終於是愛做假啦 可是我會覺得 假的也是當真不是做假嗎 不是啦 我會覺得如果說你是看A片的話 A片男主角的臉 就有些都真的都不喜歡啊 可是我覺得 你看文字 我還可以對一下說 大概可以換個精神舞 你講 對啦 可以幻想 我喜歡人對不對 我真的覺得說跟你做 然後我幻想你是別人的臉 那也太厲害了 我真的覺得 可是女生真的可以 可是女生真的可以啊 女生有多假 男生才沒有辦法做假 我一些女朋友還可以幻想說 老公對他怎麼樣 他還說不要不要 他還可以 還分敞 那種情境的那種投降 沒錯 所以女生最可怕 不是來贏的是做假 沒有 那個其實是